你剛才說了20,000點這個大數 但其實我們稍後再詳細談 就是那個爛尾樓事件 其實除了牽涉到內房之外 就牽涉到整個銀行體系 現在很多報告出說 牽連幾港股的數字就越估越大 向下看你覺得20,000點的支持力度大不大? 不大的 不大 OK 問題就是在旅行點留下 你可以開始分柱級納購買 如果你突然猜到20,000點之間力度大 這些想法全部都是短線保存 最簡單就是買完之後坐得舒服 坐得舒服 18,000點以下都不會舒服 我經常在說 未來港股或者整個環球股市投資市場上面 不會有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港股本身在內地的政策上 都不鼓勵有些大牛市 總會有大牛市 才會有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你說美股行這個大牛市 都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真的做投資 你現在搏的東西就是 市場overreaction 實際的狀況 經濟衰的問題 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這個是有機會的 但如果你在這種部署策略上 就是幫跌那段時間 人氣我吹 慢慢分柱去搏 相反對近期港股升了那麼多 短線一旦業績有什麼差池 調整幅度是可以大 暫時來說 港股的月下半年 都是一個上落格格的環境 如果環境會很大 可能是萬八至兩萬四左右 所以現在在說 圖表短線走勢把命是差的情況下 那就不要亂去搏反帶著 嗯 嗯